lighter, xenon 冷藏 ental 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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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 法良 就是說我的生 首先先把他扭村、村、村、家 我的生打高起來 一面有的我一面就在改 那一般在打門的時候 台下的胸 它是說人體的黃金比例 是七顆至八顆 打起來它是同好看的 那時候學生的時候 我就可以學骨 我開始就學這骨頭 高倒高倒 這裡有胸骨 下來這裡有一個脊椎 下一個骨頭腳這樣 在打高的時候 我也是照相這樣 胸骨這樣、空這樣 他問時 因為他站著 你要表現那種 你是很不簡單的 所以我一直在求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我都會把他試驗 試驗他的腳會小 讓他好像 漂亮的人是站著 你會看說 他好像要種出來的那種感覺 分別打高之後 我們用那個水性水明器的白色 在那裡定高 你就唯一聲起來 你算兩聲他要對稱 要平平平平平 所以你要用那個苗竹子 再把它描一遍 然後再把它翻過來 再用那個刀布把它擦擦擦擦擦擦擦 然後那個白色的粉筆墨 他就貼在這片面 這樣起來他就是兩片 他就是都一樣 八貫八大 我們廟一般都是對比色 紅的、紅的、烈的 對比的 你讓你模型中看到 你的十塊黑色 你的青絲會感覺到五味雜層 那時候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有這個色彩 我們不能自己運用 說讓他看柔和 讓他說 我們大立這間廟的時候 讓你的情緒可以增加下來 越瘦的東西 越要讓人覺得 那種氣氛很相和、很柔和 那種氛圍 其實你要用很多心血 這種是調合器 我們可以下去 調配很多的食物出來 門神的鐵 它是做垃圾鐵 你如果沒有做這種調合器 它架不住 那時候我在餓的時候 我們在餓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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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不愛我們餓 他是說餓起來的時候 跟阿嬌他拚 我們都偷偷地餓 我們門神在餓的意義 在那裡撇下以外 它是一種裝飾性 整間廟的所有的彩繪計畫 都是種植在餓 你如果跟阿嬌說 門神這些工序都會行 就是表示 你有辦法處理整間廟 它這裡有幾萬元來的 它這裡有這麼大金 你要用一隻 你要讓它賣金 你就要把米酒 它的酒那種 稍微的咧 就要加掉 這樣 再把它放開 輕輕就好 它就黏住了 因為這個金屬 你看 它發出那個亮光 它是所有的原料 不能代替 拿 油化原料 有一個賣處 就是說 你做料 乾了以後 它的彩度降低 你要一邊用油化原料 把它畫好過 把它吞好過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習慣 我就是 先造一遍全色平塗起來 來 我現在先再畫一遍 大體上 亮這個光影 然後第三次 我們色塊黑了 它就很穩定 我父子 一般去廟都用龍墨 但是我們這裡用棕墨 火好乾之後 我們這裡用龍墨 放更重要的地方 再畫一遍 那起來它的水手 柔軟度 它就讓你感覺比較好 以前這個計法 這個搭設 不可以一邊就用很黑的 那樣的布布 它不可以整片平塗 它要做到怎麼有立體 只要你水手哪有 賣的 那先就完蛋了 像這個這樣 它就完蛋了 你比較好看 它就感覺這樣 一支一支 這樣軟軟 我去廟 我都跟廟委員說 你們的廟是 你們爭的 一個文化中心 人們來看你們的廟 就知道 你們這爭有文化 沒有文化 所以你的全心全力 一直 一直 要求好 要做好 要做好 我主持人來這裡 就是 柔軟軟 變了 這次柔軟 就是肥紅 很紅 很鮮艷 還在文化中 都大同小異 我就有一個主席 我說 我要怎麼做 你們要做 古色古香 廟生長老祖 是新選獎 所以我說廟生長來 你厲害 結果他文化中心 我看一看 沒什麼樣子 他有他的風格 沒有 那時候在做廟的時候 就有感覺 這種東西流不下去 剛才做好的時候 在開廟門 他會放進去 就這樣 那邊那邊 沒辦法 哭一口 一口 我們看到的人 很心疼 那時候我就 在宿舍說 是不是 有可能 我們先來做 在什麼美財上面 保留比較久 這個想法 剛才在我去山西 永樂公那裡的壁畫 永樂公那裡的壁畫 都很高 我站在壁畫街 街上那裡 街上都抓起來 那是一種震懾力量 怎麼自己合起來 是光臭 他像在你原料 像在做的 照片 那裡的 那裡的 所以產生一種亮光 亮光那種東西 是我覺得我沒有要畫的 沒有畫的 那種濁 那種感覺 沒有 我們有一種消光劑 我就把它倒融到 它熄裡 那種光 它就失去了 那種東西就是 他要教他的東西 比較柔 他能夠感受到那種 很柔美的那種感覺 我有發覺在廟廟 幾乎三歲都不可以 那時候我就去學三歲 我去職地跟他相信 來了解他的結構 那時候我就認識到 在畫面裡面 要有一種不一樣的味道 就是要透過學生 學生其實是 一個外道人必須要的 報論裡面有一個模仿手 就是說 你在學老師 你也是在學老師的 你出在外面 你去哪裡 你接受大自然那種的境 他比較不會拔掉 他是不定性的 是讓你注意到發揮 就要畫你自己的 才是我 那時候我原來有在想說 是不是來畫一種疾病的東西 而且還有意象 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來找一項很豐富的那種東西 我來做 所以我把學院在這裡 有一些計劃 我都把他沾進去 把他做實驗性的放進去 對 我去為三歲 我買了這個環島回來為靈魂 那時候就是 都九三條而已 來就黏色了 靠色的感覺而已 因為墨可以代色 他可以把層次改分 做很多色 他經過很多的實驗創新 把色彩系統做了置換 他後來學習了很多水墨的基礎 指得他在做色彩變化的時候 他還是以水墨的 這樣子一個邏輯去構造 他的寫實的 這樣子一個描模 像這個門神 主要還是先用線條的勾勒 然後再用一些暈染這種方式 構成他的臉部肌理的這種變化 我覺得廖老師最大的成就就是 他在中間這個空間 做了非常大的這種開拓 好像這一些門神或是說侍女 他們是從非常古老的過去 正在要走向現代 它有脫俗的成分 可是又不到完全圖式化 使得這一些門神都相當具有個性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它可以保存下來比較久 雖然你知道這種東西是 你屬於廟的 但是你又站著另外到處去看 它又不是廟的 我自己做 我自己 我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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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本來的就是 一直這樣做 我們宗教的是 它是秤入在民間 所以它是存在於人的心 它構成的事更不一樣 這一點的問題 比較像這樣說 對我們來說 它會有種感情 所以總是這個問題 因為信用也有 主要是你的立正 當然很親自我都這麼說 都立了這麼多